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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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過三次的臉譜 這個臉譜就永遠留在你臉上了 而臉譜到底主要意涵的什麼 它是一群來自四面八方的人 以妙連接起的信念 我以紀錄片的方式呈現家將的家這個字 對訂閱店的所有人來說 這也就是他們第二個家 這幾年來他們堅守這些廟宇 也不斷努力的想要推廣八家將 讓台灣獨特的民俗風情文化不斷流傳下去 生前跳將將的人 死後會回到神明身邊作為一家將生 因為這句話展開了主角嚕嚕追降的旅程 在過去這三百多天的日子裡 從主題開發、資料蒐集與田野調查當中 我們嘗試踏著學長姐的腳步 從書面上的資料一步步的實踐 但在過程中卻是困難重重 長眼實務的課程不再只是書面上的文字 像是關卡一般出現在我們眼前 我們嘗試著拿著相機跟著地月店的家將們出巡 努力克服實際上拍攝面對到的問題 與規劃上的落差 在不如預期的挫敗中 我們不斷地重新整理觀點、修改腳本 過程中我們拍攝了家將出巡及Lulu一家人的故事 面臨到了拍攝時間無法預測 導致光源不足 器材容易沒電無法支援 訪問也是一個難題 我們體會到了訪問不是尋求一個陌生的答案 而是嘗試讓受訪者說出敘事的觀點 我們也很幸運地遇到了Lulu姐 以及一群真誠願意分享的受訪者 這也才讓我們發現 拍片是不斷克服困難的過程 創作這部片的動機 是因為現今普遍社會大眾 對於家將存在著許多刻板印象 認為家將就是所謂的八家九或廟會小孩 又或者是只有男性才能從事的工作 從紀錄八家將的過程 我們找到切入故事的觀點 以Lulu追降的旅程 吉他與家人之間的動能故事 來打破刻板印象 讓我們將故事導向以女性視角 作為故事詛咒 在陳述這個故事時 才了解到追溯與傳承不是宏大的使命 而是一個對於自身挖掘與體驗 我們嘗試利用這部影片 讓觀眾可以切身體會 在異校學習的三年裡 我們接觸了藝術欣賞 展演實物與專題製作的課程 我們的學習從製作前置期開始 練習蒐集資料 上台提報製作企劃書 使我們在專題製作的過程中 能妥善地分析文本 且更有條理的專寫企劃書 而平時在廣播與攝影課程中 我們透過學校的公差活動 練習器材的應用 讓我們運用在訪問時 能順暢地與受訪者對談 後製期能妥善地處理音訊 且在拍攝時 能依據現場的環境快速調整數值 與找到合適的鏡頭位置 再加上影音實作的課程 老師教導我們如何剪輯與調色 讓我們運用在專題的影片 並精準地闡述影片的核心理念 透過這些課程的應用 讓整體影片更具有協調性 最後我們也希望這部影片 可以呈現出八家將的不同面向 讓家將不再是被媒體污名化的單詞 同時讓觀眾可以看到在城市角落的廟宇 有著一群人正在為著傳統文化而默默的耕耘努力 並嘗試用著紀錄片的形式 把真實的素材用有創意的手法做處理 記錄了當代身處於高中生的我們 是如何觀看家將的眼光 在高中三年技術課培訓的過程中 經驗上以及技巧上仍有許多的不足 透過專題製作的競賽旅程 也讓我們反思到如何修正以及前進 專題製作的競賽雖然即將到達終點 卻是我們的起點 我們將使用我們所學 以及帶著目前小小的成果 持續努力前進 希望能夠在未來為性別議題 文化傳承以及影像紀錄留下一些成績